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窗,我是主持雪靈 有懷疑啦 無懷啦 有懷疑 鏡花先生 今集很久之前就開始講一些製作人的背景 有新防超知 動畫製作系列 今次我們就跳出不是用監督,講一間製作公司 因為基本上裡面的監督就不算特色很強 不過公司本身就很出名,就是京都動畫,今次講的公司 京都動畫,其實都很出名 因為以近年來講,商業價值最高的公司一定是他 每一季都是動畫製作的 不是每一季,一定不是 今季沒有,上季沒有 不,他不算產量多 但是你不是一套很常見到他的動畫 但是他沒有出來的動畫都是可以土紅 你比較一下吧,好像GC,今季做四套 很少見到京社會一次過一季做兩三套 即是可以這麼說,他做一套一定會有人看 就算是K.O.M,當年K.O.M也不知道給你 應該這麼說,他很擅長去掌握一些元素吸引觀眾 嗯,其實京社,首先講為什麼這麼少動畫做 其實京社會是一間小公司來的 即是他,我不知道現在他有沒有再請多些人 根據是大概Kanon,到Kolado 好像都是三十人左右的小公司 即是每一次你找回每一個Ending裡面 那些原畫,那些人其實不多 而且他只是用自己人 所以這樣本身就產量不多 如果計算,其實應該最為人熟知他應該是京白危機那時候 那套,學員版那套 學員版 很奇怪的,我可能看的時候 為什麼那些機械人是學員版 奇怪了,為什麼那些機械人都沒有了 當然如果你當幫泰官是一個機械人的話 幫泰官是機械人來的 機械人是機械人的,很厲害 我接受,因為機械裡面他是屬於最強會變成的機械人 一定每一集一定要拿來的 這個就是校園編了,因為這樣就沒機械人了 另外一樣就是 說回來,為什麼這麼值得說京社 就是因為他始終近年最紅的動畫公司 一定是他 每一部東西出來的銷量 例如近來K-On 一套直直無名的四格漫畫 可以讓他經過他手的動畫 變成一套這麼大紅大之作品 國民的銷量這麼高 究竟K-Annie有什麼神奇的地方 可以讓他一套動畫 一個這麼好的作品 可以變成這麼大紅大之 這個就是值得探開的地方 不如先很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機械動畫的背景 其實跟很多動畫工作室一樣 一開始都是一間很小的幫人作畫 幫人協力去製作一些動畫 在代工的公司 其實是到了2003年 當時他還沒開始做TV動畫 第一套的OVA 有一套叫做Montu 那一套可能成為了黑歷史 之後有一套 經都黑歷史的東西 接著最為人熟悉 就是那年的下回 不過是八月左右播的 就是一個 《驚爆危機》剛說過 《驚爆危機》的校園片 這套是第一套做的TV動畫 但他隨後那套 我記得《驚爆危機》的第二套 《驚爆危機》也是他做的 他那套做得不錯 其實《驚爆危機》有一點 就是一開始第一套的《驚爆危機》是《驚爆危機》 是《驚爆危機》做的 之後就轉去給《驚爆危機》做的 是只剩下人設的方面 是只剩下人的 應該沒有記錯 但是因為他那套做出的質素 還有《驚爆危機》表現不好 這個大家都親自通明 《驚爆危機》 其實最令我深刻印象是死人中文 《驚爆危機》 《驚爆危機》是2005年做的 不過對京都動畫來說 最大主要是做Key Zek三神作 第一套《Air》 《Air》是第二套他做的TV動畫 就是2005年做的 一炮二熊 是的 也是我認為《驚爆危機》是最成功的一套 本來《Air》的劇本量不夠長 他覺得《十二集》 我剛剛覺得《驚爆》有好處 先看你如何定義成功這個問題 劇情變成業價值的兩回事 以劇情來說是成功 我們說劇情來說說話質 他是《Bullway》 那天首套第一批《Bullway》化的動畫 頭三套 對 那你可能知道他的畫質也是廢似 但你又這樣說 我公道點說 其實《Air》前半部 我又不太清楚說 以我那個時候沒有玩完 所以別人說 前半部是很鬼神的 在後面是很看的 你看後果 其實前部是《Fast Forward》 劇情不停這樣 這是你涉及《Key社》本身寫的特色 但他前半部不會讓你有趕客的嫌疑出現 最多你是說 至少我講我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你講什麼 不過不重要 最起碼是《King Ali》成功地打響了名堂 其實可以叫做 對 然後他陸續有製作《Key社》三神作 還有《Canon》 還有《Korado》 《Korado》有《After Story》 不過這些是他很成功地做完 他很喜歡作畫質素 他沿著改編那方面的事情 他做得出來 而為什麼他三神作這麼成功呢? 因為有東映姐姐 完全無所謂的 很神奇 一聽到《King Ali》 他就有一次高下 你一看就分到高下 這邊尤其是《Korado》 還有一個黑歷史版的《Korado》版 再對面你會覺得《King Ali》我愛你了 有老的嘛 當東映姐姐的《Korado》劇場版 就知道《King都》會做《Korado TV》 就會做《Korado TV》 有事是存在的 要不然怎樣人增底 嘩很黑暗 我聽到什麼叫拉Curve 不用拉了兩個 如果你黑一點來說 其實東映和《King Ali》其實是合起來的 我做到壞的你做到好的 然後大家分享對分 嘩 我也是有老的 正面當年這個孫德山 為什麼考第一 整個級只有兩個人 不是考第一就是考第二 好了 不要離題了孫德山 除了《King Ali》三神作之外 其實《King Ali》也有很多合作 跟這個角出入作 例如《梁公出日》 有《一炮而紅》一套作品 這套很厲害 另外就是《幸運星》 這套很... 這套就各方... 這套就評價比較兩極 但至少商業價值方面 它真的很成功 其實如果我覺得要講的話 其實你應該是講《梁公》他怎樣去... 我可以說《King Ali》的作品裏面 它是著重它怎樣去裁展裡面的一些劇情和元素的組合 但《梁公出日》這個其實 它是屬於怎樣去再增添個人元素上面 令到這套更加好 老實說 你好像《韓制》裏面的 其實小說來說 是沒有那麼大雀物 得那麼厲害 有短片而已 是的 但是《梁公》出來的 這個簡直是無限Casing 一個God Loads 應該說 原本的平常說說 改之後變成吸引爆點出來 其實這件事就是 它那個改法是不一個根正路的改法 就是打亂時間罪 做一些... 做一些... 可能一幕上一集 還是... 什麼... 大家有見過《梁公》 他公公出的一本 不知道Fansbook是怎樣 其中一版有一個表 不是一個表是一個流程圖 就是12345678 到第13集 一堆不知怎樣的箭嘴 那一集去那個 那一集去那個 那些箭嘴指來指去 他把時間罪打亂之後 又怎樣可以排到另外一個版本 這個故事 即是將對 他最後一集是什麼 好像是憂鬱第六 對 最後是憂鬱的結局 他怎樣把那個位置 和阿虛的位置放在一起 其實這個位置是蠻特別的 因為本來的作品 難聽一些說比較亂的 對比普通人來說 他那種涉及科普性質 或者一些debug的東西 玩bug的位置 所以他這樣擺放 當一般作品這樣看 你只會說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但最後你有一個OK的結局 但如果你真的想研究他 做什麼你可以看回原主 或者跟回他正確的次序去看 這樣就可以看到 可以做到一雞兩尾的效果 梁公最成功的地方 就算他打亂了結局 打亂了編輯 但其實他不是真的無端 就是打亂 其實是有關聯的打亂他 即你是會見到 分拆了那麼多的憂鬱 其實那時候 他是靠其他編輯 加強了梁公和阿虛的描寫 所以見到最後的憂鬱 是更加深化 我覺得除了沽到正後 排一開二 中間夾了一集 比較重要的就是 他安排劇情的故事 即是十二集來講 他可能開頭幾大 可能做招倉梁子 和長門大臣打 然後可能後尾段到角落 最低那一集 要高潮位 你沒有理由 將最高潮位 放在中間 然後最後完結 那麼虛 就將最高潮位 放在最後 其實安排上 是合理的 嗯 這一個是 京都其中一個 耍家的一件事 就是他不跟進去走 就會有大人氣出來 另外先說動畫 幸運星之後 還有一套四格漫畫 近期 最接近的作品 就是K-On K-On 雖然不是各村 是方文社那邊 但是他都是一套四格漫畫 去改編出來的時候 都是用 可能是用他的 OP ED 那些 可能是東西西西的時候 一下子 就有些震撼感出 給大家 好像很難 我覺得其實 可能 六十幾萬 他一直以來 經過這些公司 我感覺是 他在找自己的一條 formula 就是 在糧工這一下 他找到一個 formula 是他們可以將一些元素 其實 好老實講 我覺得 K-On 是他 是他選出來 他想要 因為他覺得 他們合避他們的 賺詞的 formula 而選出來 而不是說 因為 剛才說 要動畫化 我找一家 就找了京阿里 我覺得 反而應該是倒轉了 他怎麼可能動畫化 他也提出 好像動畫化 他都畫了幾 一兩本 但他沒有什麼 兩本 他沒有資訊 他沒有資訊 到時候 京阿里 他可能找到動畫化 這比較可能 我不知道製作方怎麼理解 總之 他們正如 剛才所說 就是一條 formula 京都 那麼大 商業成員 那麼高 最成功的 formula 就是他可能 在靠一些劇情 作畫以外的東西 可以令到他 最明顯的 例如 由梁宮 開始 梁宮 那個梁宮沒有ending 那些人中毒 看到 然後到 六隻還是八隻 caritas CD 對 出一堆caritas CD 還收到完全版 跳舞版 對 這些商業元素 然後到 幸運星 幸運星跳那個 OP那個舞 其實是翻炒的 但還是很成功 結尾 去玩一些東西 亦都可以說 其實他是很會善用 動畫 應該要有些什麼 可以讓人看到 而是 他本專作品裏面 是表達不到的東西 他都會成功去突顯這些 特色出來 是啊 其實他是 你不可以說他很靜老 去令到 我會稱之一件事 叫做動畫以外的創意 本身 就是劇情啊 作畫方面那些以外的 一些創意的東西 他未必可能是靠 例如 我覺得K-On第一集 至少第一集 你不會浪費看劇情 你不是說 看了作畫 是不是真的這麼經驗呢 其實是未必的 可能是那個東西 這時候 就是最深刻 至少對我來說 是真的最深刻的那樣東西 但就是那樣東西 駁到一個人氣出來 那個人氣有話題 然後這套東西就紅了 頂上就可以建立到那樣東西 如果你說 在那個 另類的創意上 樂功夫 其實這件事我同意 你說 樂功我會有一些 我想這件事 因為始終你其他動畫 沒有一些很類似 這一類的 性質的OP ending 又或者的特殊安排 所以變相 一旦 可能樂功夫 突然出來 樂器斯特地人又跳舞 這樣的時候 引起的恐慌就比較大 但其實 我沒有記錯 樂功第二季 都是什麼 失敗收場 是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他走路這麼久 這個很明顯 其實知道 這個是特色來的 但其實都看到 經阿里 都不是說 每一次成功的 其實他都是在嘗試 你說老實說 八集的話 可能他自己會覺得 感覺良好 但我相信 九成觀眾 其實你未做 只說 我已經覺得我會反胃 所以你這樣說 其實如果你說 你剛才提到 KON 我反而會覺得 他用的技巧 就未必會去到很多 如果你說 KON的效應 最終出來的結果 不知道之後 我們一會兒再說 但至少 如果你說之前那些作品 特別是良工 這一類 其實他本身做到 經阿里 他本身這間公司 才做到的效果出來 這幾樣東西 我們是同意的 但不是每一次成功 他的另類創意 其實不是每一次都可以 Try and Error 其實他也看到 他在找到一條成功方面 之後 他沒有停下來 他仍然在發掘一些新的元素 當然你說 發掘新元素的東西 僅有失敗的事後 但我不可以否認 他這種做法就是 之前沒有人敢嘗試 他敢去踏出這一步嘗試 其實我不以套動畫 或者以觀眾的角度來說 在一個製作的角度來說 是值得欣賞的 我覺得是 某程度上來說 給觀眾看了一下 場門的無奈 和直播 都可以覺得很合理 但是你接不接緊這件事 當然 他這件事就是說 我覺得 你等同於你做創作的事 就是你製作人 是想表達這種情緒給我看 但內後 我們接收出來 我們出現一個什麼情緒 其實我覺得 京安Dee 其實那時候 不單止是表現到 讓大家感受到無奈 這件事 當年很明顯 大家 有很多人 都看到這個 第二季都不太看 的 especially for 沒有看到 如果大家有比較留意 日本街市場 就會看到一個很神奇的 例如普通的日本的動畫DVD 可能說 劇場版的8800日圓 跟HGM差不多錢 便宜一點 都五千多日圓 但是 薪工無奈 8月可以買到多少錢呢 是放在門口 一千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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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菜嗎 吃一碗拉麵套餐 沒錯 是放在一輛車上 一堆 那時候 其實劇情 這種另類創意 果然是有失敗的地方 很明顯 薪工 薪工二貴 那些無奈的8月明顯 被插到飛機 另外 其實Lucky Star 也是一個 失敗的 其實到13集 那時候 那些ending不停轉 轉變了白石 那些實寫的 一開始看的時候 你可能覺得 挺有趣 之後 其實沒有一集 亂唱歌 都會覺得煩 那都是一個失敗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下一節再問問 Ging Ali在這個 成功的背後 究竟經歷了多少次 失敗 或者有些什麼人 對他有什麼反抗 好 我們下次回來 好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 動漫無常人 我們繼續這個 Ging Ali的 介埠 就純粽 解僱 解僱 好像解僱 淦 kan inac 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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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不好的先例或者令人討厭的地方 有些不好的先例的話 我會覺得其實 她是一套很注重賣民的公司 她不是真的做賣民劇情 但她是很注重打造一個女角 可以令到她很受歡迎 然後就可以做到很多衍生商品出來 你看你界那個 我覺得很合理的 你一句叫做大徒 你是服以中的 她前任老婆和現任老婆 都是這個 我們給受害者解釋一下 先訪問一下 其實某程度上 你說現在這個動畫 你不要說 《韓文星》後 《K-On》後 她的劇情是甚麼 那你沒有劇情給人看 就把女角出來給人看 我覺得很合理的 我又不會這樣看 眾觀而言 你在看卡龍的時候 其實最看得出的就是 她裏面每一個角色 就好像阿恨那樣的 她明顯是 她大力去Buffer了某些東西 當然你說她沒有去 她沒有去 失衡到劇情 完全去集中這些東西 但其實 你看到畫面上 那些東西 其實她做了很多東西 其實是刻意地突化這個角色 令到她可以 即是商品化方面更加容易 或者即是提升她 某些屬性的能力 你原著劇情是沒有的 嗯 是的 不過這樣 其實她也要基於一件事 除了她是一個 賣女角 但其實她本身的作畫 那些東西都紮實 例如 你畫女角是要做的 你畫那個女角 畫得漂亮才可以 作紮實這件事 就不敢苟同了 我不是K-On Lucky Star說的 作畫的 是嗎 我很難同意你 你不可以這樣 那些契約 那些Lucky Star 拿K-On那些東西 那些作畫是沒有的 那些三神作 剛才那時候這麼漂亮 但至少她那張作畫 是否還是可以做到 一個很能夠維持的質素 那個質素 是否都是 可能人方面 人方面 K-On不是說質素 K-On是說條線有多粗 有多騎力 湯士片 這個 我 Lucky Star 我承認是 我可以的 但是K-On第一個 我是完全不能夠接受的 而且已經這麼說 重點就是 我想 為何作畫的關係 不會很大 我想其實 角色上 你不要大奔 其實已經OK了 老實說 作畫最漂亮的 可能三神作那些 可能Gunada 可能是比較高質素的 但其實Gunada 那些角色的人氣 是不及K-On 那為什麼呢 這個其實很明顯 是另一個問題 作畫可能有關 但我個人的感覺就是 你不要大奔 就是不要奔到大家都插 其實這個問題已經不去到很大 而且我比較欣賞他作畫 不太漂亮 他會說認真 他為了畫一個背景 可能真的去實地考察 拍很多時間回來 甚至可能真的整對 可能他有用功之旅行 不太漂亮 這個其實我覺得 這個其實我覺得 在那個監製的部分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很多人都會有 不是只限於King Addy 這件事 很多公司都有 小婦婦魔女都有 小婦婦魔女都去畫畫 還有這方面 好像他裡面的音樂元素 他夾Bang跳舞 他真的找真人做完 沒有一次 今晚他手上骨架 畫一幅畫出來 我覺得這個 真的 這個也是正常的 很正常的 一定要這樣做 正如我 我覺得 模型坡裡面 他經常都看 我經常偶然都會看他看的 咦 手勢正確 就是說 有些動畫是不正確的 一般是會試一下 一般你都會自己去 找一些舞蹈員 自己跳一次 其實大約知道 要不然你畫不到 大佬你畫畫 你怎麼會跳舞 很正常的 十字架吸血鬼的時候 那條舞都是找到舞蹈員 拍了 他op好看 只有那個 OK 對 很多東西 這些都很正常 不過我想回憶回回 講一件事 明明是 三神作的畫面 為何一個女角 那個人氣舞 反而沒有K-on那樣大 是的 我想說他們主打的東西不同 三神作是主打劇情 然後Lucky Star K-on的時候 劇情方面 反而會被他們感到 注重了人物那方面 其實 賣劇情 和賣不起女 是兩件事的 還有我覺得 另一個問題就是 本身三神作 他們很多東西都已經比較完整 他不可以再強行 去添加某些元素 因為其實 你始終就是 K-on是一套四格漫畫 他中間裡面 他有很多東西 其實是可以靠他自己 本身一間動畫公司 他自己去怎樣去保養 當然 好像性格上 老實說 如果大家有看過 K-on原作的四格漫畫 的話 你是沒有 那麼靈魂演 看出那幾個人的性格 其實 你只是從文字上 或者是 他鋪成的設定上 我原本他是這樣的人 但動畫化裡面 他是活化了這件事 那 我覺得 本身是 原本的作品 賦予的空間給他大 而 King Ali 他又成功地 捉住了某些 可以令到 大熱的元素 特質 或者 還有一個現實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因為其實Key Star 心中有時候 太多粉絲了 本身要這樣的人氣 如果他胡說話 會被人插到飛來 相比 Key Star Key On 可以直直無名的東西 就算改一改也沒什麼 就算你說 其實如果說到Key On 的問題 即是說到本質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某程度上 Key On 之所以是高人氣的原因 某程度上 因為 經社的名字 是啊 我真的很想說 這件事 一直以來我都很想說 就是 假如 Key On 不是經社做的話 我覺得 一定不會有那麼多人看 一定不會有那麼多人中讀 這個真的很現實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現實 我同意這件事 我都 等於有時候 有些人會說 咦 今季新回來了 有沒有Key On 那邊 做什麼 沒有的 其實 真的 有人問這些 為什麼 就是因為三層作之後 他人家給了一個所謂的品牌的信心 所以就 應該OK 先看看 起碼一些畫 或者一些東西都應該OK 這樣 不行的 一雷不到先 那我都承認 那我都承認 一處良工 對吧 你說 還有一個比較 就是 當Key寫的另一套作品 這個 Angel Beast 出現的時候 不是京寫的 我知道 不是京寫的 我想說 Key寫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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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Angel Beast出現的時候 其實 反應回響 其實 當然你說 國安公司都極力想模仿 回京寫的 那些人會覺得 是不是單挑經驗力 是的 但是你也看到 在某方面 當然劇情方面 不提 這件事 應該是本作的問題 這件事 應該不是 這件事 這個公司很差中槍 但是你說 那些人會做到 比較 會比較 在畫質方面 你看到 那些人 會跟 艾仁所說的 所謂的品牌 就是京阿里 做這類的 才是 做得到 腎水出來 其實我兩件事 想回應 第一 我固然 為何我當然覺得 京阿里 這麼有需要價值 人看見他的名字 就想看我 才講這家公司 說真的 因為 就是這麼厲害 才這麼值得 為何他可以這麼厲害 因為其實很正常 你看 例如有些人聽到 江蘇 就說 這套東西是難尾的 很害怕 聽到JC Staff 就說 哈佛做完輕小說 做輕小說 那就糟了 別期待了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很正常 第二 剛才說到 作畫方面 我剛才說的 就是 京阿里 其實不是 贏一張數 贏作畫 而是贏畫質 Andro Beast 是說自己 每一集 萬多張 但永遠京阿里 不會做到這件事 因為是小公司 他很平均 每次都做到 大概一般動畫 八千張 其實就是 所以 當你看《梁宮》的時候 我就發覺 當下一集 有一些很厲害的 戰鬥場面 例如 場門對 梁子 招槍梁子 那時候 戰鬥很厲害 那上一集 其實在做什麼 其實在做《心地面的Ring》 那時候 就是節省了那些作畫 放在下一集 這樣 這一方面 就是 有一些精神聰明的地方 你都說他騙死的地方 這就是 那間動畫中 其實也是這樣做的 但是《馬克朗斯》就更差 所以 相反上 《馬克朗斯戰鬥》 厲害很多 那遲些人 變小樣子 很合理 算了 你看戰鬥 就說他很聰明 他直接可以維持畫 不過那張畫是靜子畫 不過是一張很漂亮的靜子畫 至少不會崩掉 那個人會在那邊 我覺得很厲害 所以你說 如果你說 《香港經阿里》 其實《K-On》 這一套 就是說 沒有什麼特色 其實那些角色 就是抬出來 反而我會覺得 其實好像是 現在它是 一路中了 一棵樹中好 現在修成了 那個感覺 因為你真的給我 其實你《K-On》做到的效果 不是說很大 當然OPE Ending好聽 但是 一年之內 都翻了很多OPE 這些都很好聽 那為什麼是這套 突然跑出呢 而且原著重 又是 無名的 那你不可能說有什麼 原著重去推這套 它根本是由零開始 將這套 推到一個高峰 變相 其實我會覺得 之前 你所說的 之前 之前 那些人看完《經社》的作品 的一種信譽 但是 我相信這件事 是佔了極大部分 實際這個作品 如果 你給另一個公司做 做出來的效果 可能是一樣的 會不會有同樣的效果呢 我自己是有負負疑問的 但是我又有負責疑問 其實有沒有哪幾家公司 做到東比類似的那一種 那一種的 那一種的創意 反而是 他經常的特點 還是他的優勢 老實講 如果你說東比類似的 我又不覺得他 給了薪工沒有 那些東西出色 我又不覺得 會不會有其他公司做到 我覺得 是不奇怪的 其實啦 引用何先生 不在這裡 他經常講 他當時做的ED是模仿當年Beatles的位置 其實他在某程度上只能做一些致敬向的東西 說真的,這些致敬向的OP,或者ED,或者劇情的內容 甚至難聽說惡搞向的東西 是否能做到經加尼呢?我絕對不是 但我覺得其他公司很少會看到一種動畫 做到一種畫面的創意 你只是局限在畫面還是OP 問題是普遍來說ED或OP的做法 作為有限成本的話 他如果是很打鬥向的動畫 他很多時候的資本就放在中間 ED和OP,很多時候都是人物向的平移 例如說現在的百花年,擺明是鬚女 播音鬼的CG向的話 如果大部份動畫其實現時都會是這樣 當然你說有動態的會是挺好 但是你覺得他好的原因是 現在太多平面的東西,突然間他有個曉玉 所以好啊 還是你真的覺得他有這樣的創意呢? 這個我質疑 我會覺得他是突出的 李成瑜你所說是很得平面的東西 他有一個曉玉的東西 然後在一首歌和畫面 他做了一個女角 你比他穿那種衣服 比他穿那種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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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到那樣東西出來 我覺得這個就是他跑出的地方 其實你這樣說的話 其實這些只不過是他動畫裡面 繼續延伸下去的問題 因為你動畫裡面 那個角色都在動 他都還在互動 跟觀眾裡面都在互動 你這些裡面來講 好像剛才阿姨所說的 一些平面畫 其實我們知道原場的話 其實這個角色不會再跟你有互動 你不會再覺得有些什麼元素吸引到你繼續看下去 另外一件事大家可以想想 其實如果 如果 將京阿里 例如說K-ON 或者是Lucky Star 的ED和OP 調轉了 特別是K-ON 那效果會怎樣呢 K-ON他的OP 是挺人物向的 大家如果有留意都知道 K-ON第二季的OP 其實是漫畫很多的位置 吸出來的 其實可以見到 京阿里其實在OP 用ED製作裡面 它是沒有很明顯的 一些很原創的特色的 畫面上 它其實是模仿不同類的東西 可以模仿原作 或者是同類 即剛才說 模仿Veto所以 模仿漫畫原作可以 但其實 如果過去大部分作品 只是把ED 可能是一些show 不同的人物 做了一個人物show 它將這個部分 放在OP 作為人物介紹性質 然後將它 平時人類作品 例如說Valu Gun 即是禁書那些 人家的OP Shina 有戰鬥 又有人物出的 他只是把兩人物分拆了 然後把動作部分的資本 放在ED裏 其實只是一個調位 就有這樣的效果出來 好似剛才所說 其實本身我也是那個 京阿里 是在元素組合方面 是優秀 它是這一點掛稅 即是一個re-packaging 還有帶來有一個很可愛的東西 講OPED講了很久 但OPED的影響 有多大 是不是去到 我OPED 我超強 我OPED很好聽 所以我的東西 就超多人看了 當然我不能夠不承認有影響 但影響不會是最主要 我相信還有另外一些原因 會令到KAN有這麼多人看 有這麼多人喜歡 或者其實 你說看的就好像在文戰裏面 這個反應應該是最大的 應該是 我相信 毛鞋應該就 非常清楚 這件事 這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之後那些 就留在下載版 好 大家再見 好 歡迎回來第三節的 動物無雙 反而我應該這麼說 因為KAN怎麼說 有時候有很多好的作品 我舉個例 我例如說 我當是Gunado Gunado來講 基本上反對星是很少的 就是少到是我不相信的 我幾乎 當然啦 亦都會有人說 不要看 食物 但一般來說 那些 人 commercial 真是說 純粹Anti 就算有些是說 所謂叫做 反驚社的人 他都不說 Gunado 我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呢 當然 我沒有程度上 有些人就會覺得 其實這套東西 不是差的 有內容的 所以可能Anti會少 但反過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Anti呢? 當然你可以說樹大招風 這個是其他的問題 但其他的問題就是 真的毫無意這兩套東西的特色是不強的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有這麼多人 喜歡這套東西,當然這個是成功的 我不能夠不承認,這個絕對是成功 驚死是成功的 但是成功的因素是什麼呢? 可能是因為他怎樣做人物也好 或者是 所以我剛才所說的 我很相信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他自己的名字 而促成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說作為K-on的話 我又覺得 我同意鏡花所說的 可能之前的那些動畫,《梁宮》也好 《三分座》也好 其實驚死的功夫是好多的 但如果相對於說K-on 我就見到那個功夫就真的不是那麼多 純粹是很商業的 就把商業向的,我是想賺錢的 他差點未說明 你看看這CD,哇,排到多少隻 先紅了ED,後紅的角色 然後劇情紅不紅就是一件事 其實很正常 第一集就中毒了 你看旁邊的第一集就是MioMio 你也不說 人家第一次是Kagami 這個不要說 這個叫做K-on 其實一輩子公司 他賺了很厲害 我沒有說他賺錢不太好 賺錢不太好 他又不是搶又不是吃 你才有意味 應該說 其實作為觀眾來說 對於一件事 有時候 你看多動畫 你會很不解 以動畫論動畫 K-on 絕對不在優秀之選 甚至 我可以難聽說 他是在一般質素以下 但為何他能夠 擁有 跟他作一個動畫 必須的元素 完全不相符的人氣 有炒作 人氣和質素 很多人不解 亦是很多人對Kagami 不喜歡的原因 因為他們說 做到就像那些人 完全是Kagami 就是好的 Kagami無論做什麼 都有他的原因 那舉一下例 例如說 有街邊店鋪 賣一些chip食 但賣的好吃 你不可以說他做得錯 是否解釋 其實我覺得 不一直以來 剛剛我們一直在說 有些人為何會這麼反感 很驚訝 其實他不想 有些人為何要為Kagami 那些角色抬轎 其實他那樣東西 Kagami 其實就好像絕望先生 裡面說的 抬轎效應 很多人 又見到一件事 好像很厲害 很厲害 即是Kagami的名氣 有些很漂亮的東西 於是人們就為他 嘩 那樣很棒 可能有些人覺得很棒 令到有些人覺得很棒 那我就去抬轎 一個揚揚效應 揚揚效應 成為了炒熱到一樣東西 炒到高峰點 老實說 這兩種都是什麼的偏激 有些就不管 總之Kagami 就說是好 這些就發現很多 叫死種 口令到這些是宗教狂熱 這些是 那反過來 有些人見到Kagami 就馬上翻 那這個就是Anti 即是沒有的 你這麼說 有些人存在 證明在公司有影響力 你這麼說 至於你說有些人怪話 我想其實有部分人 就不是所有人都這樣想 有部分人就會覺得 Kagami 因為商業而出發 他應該是一間動畫公司 應該是做好一套動畫 即以這個基準去出發 以這個重心去出發 但他就會覺得 Kagami 其實都不是做好一套動畫 你根本只是想要賺錢 有些人反而是不喜歡這一點 當然 其實我自己來說 這一點我是中立些 我會覺得 賺錢有什麼不對 其實老實說 你出了都不少好動畫 老實說 我覺得被人打算是算的 但至少暫時來說 你又不會見他說 我出生十部作品 十部我全部都是為了賺錢的 即他未做到這麼厲害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暫時都不會說 有些微言性的 我會覺得 你這套動畫做得好 你賺錢有什麼所謂呢 而且 我覺得重觀一下一個情況 其實要 大家記得的 就是在Kagami 第一季做的同事 梁公第二季 是做的 大家有目的說明 梁公第二季 收場是多麼慘淡 你會見到 他是在嘗試創意的同事 老實說 一間公司 他要營運 他怎樣去支持 他自己的創意 能夠繼續發展呢 他是需要資金的 老實說 我既然 我有一套東西在嘗試 而大家都知道 當然他是失敗了 但你不可以否認 他是在嘗試自己去做 某些東西出來 而這些資金怎麼來 你們是否給 你們如何深感情願給錢 簡單來說 我就要去找一些東西 這個時候 一套就是賺錢 一套就是拿來自己的生意 當然你說第二季 老實說 當然你說 不知道他之後 是不是想試些什麼 結果論來說 我們現在未知道 但最少就是 我們要看回時期裏面 究竟他有些什麼 你可以單論 Kon這套東西 他做得不好 但雲觀他整間公司的運作 我覺得 是不可以judge的 其實這個時候 講到商業 和他本身的動畫 這個時候講到一套動畫 這套動畫 叫做 仰望少女的天空 眼捉的世界 我不是很記得 那套很複雜的 是啊 很複雜的 我真的不記得 那套東西我記得我剪了 仰望什麼鬼 那套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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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說它是有些壓錢的 第一集 第一集 第二 頭三集 第二 頭三集 sorry 頭六集 頭三集 就是用回Montu OVA第一集 那些畫 什麼都用回 第二集 第六 第 這個 第四 到六 就是用回Montu OVA2 那些畫面 你可以說用舊畫 其實很騙錢 但是它有七至九 才做一些新的畫 但是至少這樣 就是做一些新的劇情 新的畫 但是至少你會見到 其實它是想 有一件作品 它是想做出來 不是靠本身名氣 那些東西 而是靠原創那種東西 它是有心去做這套東西 就是 你不理最後是否成功 這套東西其實是慘淡收場 但是更加慘淡 比其他動畫 對 可能不成功 但是至少它有做過這套東西 給我聽說 老實說創意這套東西 其實也有出來的 就算你說 當年糧工第二季 八集一樣 其實有雜集畫面 都不同的 就是它都是有些細節 都有些不同的 但是配音都不同 那你 那些時候配到門 就是這樣 但是至少你會見到 就是它 穿的衣服又不同 那穿的衣服又不同 你要畫過的 其實它又不是說 我是很慳 又不是的 它真的正在創意 那當然成不成功 這就是另一回事 那就是單用作品 而我一定會插別人工第二位 但是如果你說 重觀回來講 那這個創意來講 我覺得反而 這個現在動畫界 需要有這些公司 就是如果你每一間都去 照字過子 其實大家 對 哪有東西可以說 而我覺得 經過這兩招來講 其實它都 我想它已經知道 自己的弱點在哪個位 其實 你說當然這個 這個沉默期裡面 它究竟是 它有沒有去反思 它怎樣去做好一點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至少就是 在現在裡面 我們看到的 經安尼的胃病 就是它是可以 令到一套作品成功帶 它是很依靠 所謂的劇本 那方面 腳本那方面的能力 現在是依靠不到自己 它是很依靠外來的作品 它這個是 它能夠 即是說 它是一個很出色的製造機器 但是這個製造機器 改編者 它是不能夠練成任何東西 它是一個練成陣 它只不過是一個 但是 倒入元素 它可以自己 增加到什麼元素 它自己就增加不到 其實對 經安尼來說 其實少了一個創意製造者 應該說它是一個 它少了三本寬 我想問另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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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你說的那個 養望 其實是何時做的呢 這個 是一個 0708 差不多 差不多 這個時候 我想就是 你拿這套 來講 但是 它的時期 其實是作為在 梁公前 還是梁公後 因為其實我個人認為 梁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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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公後 其實有幾明顯 因為梁公後 大家看到的 奇案 梁公前 是三神作梁公那一類 那其實如果它是在這個中間的分野 其實代表了些甚麼呢 它是否究竟是 它是開始走去商業化 還是這個是一個動入點 這件事我是 比較在意的 如果是講時期的話 它是一個 梁公第一季後 這個梁公第一季後 Lucky Star後 然後就是 K on前 K on第一季前 即是一個 那年的一月東回來 那是一個 那你說這個商業的話 我覺得 可能是的 你 那套東西這麼慘淡收場 你覺得是不是這樣 就像K on需要這樣商業呢 那我想說 可能是 而且我覺得 你這些公司的東西 其實 肯定會存在正反兩派 即是 還有你一些所謂的 所謂的股東壓力 即是很多時候就是 所謂的高敦 formula 既然這樣可以的話 為什麼我還要去做其他東西呢 很多時候就應該說 你始終是 在它是一間動畫中間 它是一間商業公司 商業公司 最重要的是甚麼 賺收入 賺錢 它只不過是用動畫這個元素 去賺錢 當然你說 我不知道大家 對動畫這件事 是抱著一個甚麼心態去看的 但作為一間公司 老實說 如果 我在過往的往績裏面 在近期裏面 出現這麼多敗職的話 我相信 沒有一間公司 願意跟你說 繼續做下去 沒有問題的 這些公司 只會出現 只會出現 尿尿可數 尿尿可數 射尿可數 善堂嗎 這是很簡單的公司理論 我只不過是 所以你說 你可以因為商業化 它變了質 你不喜歡它 但是 當然 你這個問題 就是回歸 究竟之後 有沒有原創作品 這個問題 當然 另外一件事 我記得 大約是那個時期左右 有一些新聞 說 有一套不詭言 叫甚麼東西的動畫 是會被驚訝動畫化的 但是 那一套turn out 是CUT了 是沒有做到的 都是那個時期 08-09年左右 那時候是高息 可能是高息那些 高息之後 就變成Bones組 本來是我的畫 其實 我都覺得 都算是同一個時期的事 其實我覺得 都會是那個因素 可以說 它是一個選取原作去 edit 動畫化的一個問題 它會不會 就是自從 那次 仰望衰了之後 變成一個純粹 完全商業化 完全文化的路線 不是 那我覺得 他還會堅持 嘗試自己原創 因為 可能就這樣 原創的劇本未必得 但拿一些 作品改編 加自己的原創要術 它是嘗試的 如果真的可以 就等它出身 例如 現在最新的Keyong 可能是劇場版 慢慢就消失了 可能真的自己原創一堆 那就是一個原創劇本 可能他試一下 用這個方法 整理一下自己的 別人家說那種夾篇 那時候才是嘔吐 那時候才是嘔吐 那當然 都說梁工二貴 不過你看看你覺得梁工二貴 那種無阻的白藥 都是玩實驗向 還是玩商業向 對 對了 你的梁工的消失是不是已經寫了 梁工的消失已經寫了 當然 梁工的消失已經寫了 梁工消失OK 其實這個是取晚回 那種明星的作品 當然 但是你會見到他又不是說 當然 可能當商業人要做的 明不明白 這次沒有東映賤帝 他找自己做壞 之後就做好不得了 最佳做部長 即是自編自演 你第一個學期考第一 第二個學期考最後的 那些什麼 你第一個學期考最後 第一個學期考最後 那就拿出武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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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其實我覺得 剛才鏡花都提到的問題 就是三本寬的問題 其實就是說 他自己的心思 現在其實 我們重觀看回所有的紀錄 最終就是 他在一個原創方面 真的是很弱的 這方面 不能不承認 他真的是弱的 這方面 但是三本寬的問題 其實他現在就自己出來做一支 一間公司 另一間動物公司 是啊 但是 那一刻 其實 在京阿里 即是 這間公司 這些人 內部運作中 最有興趣的是 為何三本寬會突然之間被人解僱 其實三本寬會被人解僱 這件事 是非常多傳言 因為 其實那時候 他提到第四集 說他去解僱 他 用詞很嚴厲 說他做不到監督的領域 沒有資格 其實他做了什麼 其中一個說法 如果大家記得 就是其中一個角色 我忘記了誰的角色 他經常說什麼醜 什麼醜 就是做這個口頭前 其實聽說 那間三本寬 偷偷對同一間公司簽約 沒有問過信 於是被人解僱 這樣 這是其中一個說法 另一個說法 就是 因為三本寬做監督的時候 他的作話說不上進度 因為其實 京都在一個 進度 那裡 是很嚴密的公司 他一定要你 在星優配這套動畫之前 他已經把動畫做好 因為其實很多公司 還未做好 因為想識 甚至還未做好 就是一些稿 但京都那些作畫排成 一定會做得很困難 因為他是小公司 但是三本寬做不到 於是就炒了 他就換了其他人做 這個就不知道 但至少是見到 因為三本寬始終都是 梁公的時候創意要員是他 梁公沒有是他做的 很多劇情打亂的編排 都是他負責搞的 GODLOS都是他做的 那沒有了三本寬 其實他想找 京都繼續想做一個 沒有三本寬 表現到他想做音樂做得好的 有K-ON K-ONOK的 作畫而已 但去到梁公 梁公第二季 他覺得沒有三本寬 還有創意 那就玩無章八月 那就衰了 但感覺就是 其實沒有了三本寬 其實京都沒有了這麼多創意 這件事 還有講一下三本寬 恩怨情仇 之後這個好看過 雜誌向的東西 變成什麼周刊的雜誌 恩怨情仇 三本寬 大家都知道 三本寬 離開京阿尼之後 第一套 自己做監督做什麼 神梯 神梯 那一套 大家都知道 玩了很多時候 驚訝這些東西 又玩什麼 牧獸 又在那裡玩Lucky Star 那些東西 那些都惡搞了 當是這樣 對 Lucky Star應該沒有推到 噢 去到另一件事 這件事 我覺得沒有關係 這件事 用一彈指 對 然後這些都算了 當他是玩惡搞 之後 去到2009年7月 美國那時候 就有一個Octocon 2009 類似獨漫子的東西 請了三本寬 出來說話 當時大家都知道 當時正在播放梁公 毛掌八月 那時候 台下有一個觀眾 問三本寬 一個問題 他就問 如果你是 對萬毛掌的什麼看法 然後三本寬 就說 其實 我在京都動畫公司 談這件事 我都說過 我只覺得 應該做一、兩集就完成 我不會做八集 那時候 全校都猜獎 我不知道是否這樣 然後他就 竟然說 所以我都自己有責任 我要代京都動畫公司道歉 然後低了頭 這樣 然後這件事 就傳了出去 補了片 那很多人的看法 就兩極的 有些人覺得他做得好 京都抵插 但他的看法就是 你憑什麼為京都道歉呢 你都走了 都抽了水 那做什麼呢 這一個是其中一件 因緣承受 另一件 這件是比較小事 這個更奇怪的事 就是 近來 近來知道 Brad Ross Sutter 有一套動畫 OVA 三本歡是做監修的 然後他在一個 Nicco的節目 那時候跟 Good Smile Company 聯合 介紹Figure 然後 問三本歡 上一本喜歡什麼Figure 然後三本歡 就說 嗯,我也沒有特別喜歡哪個Figure 那你給我一個K-On 的Figure 那時候 給了阿休 那個 對,Lander Law 對,Lander Law 正當 三本歡自己介紹 他的 Brad Ross Sutter 那時候 三本歡的東西 拿了那個 Lander Law 就在那個鏡頭面前 那些東西 拔了 有個頭出來 然後就說 這樣 這叫聶奇 明明 你什麼特別呢 我不是很明白 Lander Law的頭 很正常 問題是 他拔K-On 的角色 拿來拔他的頭 他拔頭合理 他拔頭才不合理 明明 大家注重拔頭 你這樣說 前面那件事 前面那件事 在美國那件事 我覺得很明顯 就是 我拔了 我 拔頭那件事 我想是寵物皆兵 你做什麼 現在都說 都說有關 但我覺得很明顯 他說 說 我要找個K-On 的東西出來拔頭 這樣 老實說 反正說 假如你被金石無緣地拔了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總之 如果你拔了 我想他又不是自動離開的 肯定好嗎 都不 我都用回一些 可能心理 可能 描寫一下 心理 例如說 可能他真的 比較喜歡金石 可能被人拔得不分 這個 老實說 我們不敢說 很壞嬌 如果他對金石無感情 就不用你這麼多 不是 老實說 你不喜歡那間公司 但如果那間公司拔你 不是你拔他 你也不強 老實說 這件事 他很多東西不強 其實我覺得他 他基本上就是 玩金鴨蓮 變成他的角色 老實說 如果他跟金鴨蓮 合不來的話 分開發展也沒有說不好 但他很執著這個 感覺 到現在還在做這些 不用怕 因為當年 Steven Joe 離開蘋果 這麼多年都能回去 我想他都有機會 你講得很遠 先補充一點資料 剛剛提到 MUN Lander 有個頭的事件 說是在一個 Nikon Nikon的影片 那裏 其實這件事 要講一點 就是 Guzma Company GSC 本身有個Blog 然後他 推出一些新的產品 即是 不算一些 Figga展覽的時候 如果他有一個 新的上色品 即是即將在市場 即將會開始 開始接受訂購之前 大概半個星期至一天 就會有一些 相片 就會訂出來 即是會早過訂購網 那些相片 但那些相片 就差不多 通常的背景 都會在GSC裏面 製作人員 那些桌面 通常下面最底 就會有一段影片 就是這段影片 但某角度而言 其實作為一看 Figga的人 都會很追實 GSC這邊 大家如果有留意 GSC的Landero系列 其實打頭陣一開始 是梁宮這一類造 開始 然後也推出了很大量 無論小的Landero 正常的Landero 梁宮小的Landero 都好像有三彈 還是兩彈 還有很多版本 所以 我不會覺得 三本褲蚊 這個頭 就很特別 因為 本身那個時候 只是出開優 還有 Landero 這麼多驚訝 他應該就把那些位置 打一下 打一下 Landero 作為一個 你還想做什麼呢 Landero 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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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畫監督 可能不太熟 好奇 研究 拆解一下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他在示範遊戲的玩法 怎麼玩獵棋 我真的沒有這樣 我真的很難想想 因為看畫面 明明是 江寬在介紹 他突然 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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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想玩獵 給我感覺 如果有玩 Landero 大家都知道 你不要計算台 手手腳 怎麼都難拔過頭 頭都應該最容易拔的 我想 這個其實 是不是 在一個正確的地方 做一個正確的事 他自己 不小心拔頭 扭一下頭 扭斷了 不如這樣 我把那段片放上 我們blog 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刻意 我覺得很難定段 這樣說 三本歡 跟京都 恩怨情仇 就差不多了 X無聲 看 X無聲 X無聲 什麼叫X無聲 X無聲 不要緊 總之 這套劇 就繼續做下去 鏡花周海 專題介紹完了 京都 對 其實我覺得 根本 Tool Channel的驚客 就是他領導 我說三本歡是領導 他的驚客軍領 驚客一組出來的 逼人在本能之下 沒錯 驚客一組已經在 三本歡是領導 三本歡是領導 意識 我覺得又沒有關係 不是說笑而已 你說 然後是看看之後 其實你說 好像說 今季好像沒有這個 劇場版 京阿里 京阿里 就暫時未有的 新作京阿里就是日常 就是漫畫輔錄的OVA 一套都是一套四角漫畫 又是四角漫畫 日本的電波是來的 今次怎麼搞呢 期待一下 那三本歡 就下年 一月有一套原創動畫 去做 今次看又如何 之前說了那麼久 都說到一個問題 就是京都動畫 由三層作時期 可能做好動畫為目標 可能做K-ON 演進成為 以 賺錢 商業掛稅為目標 但我覺得有另一件事可以看到 就是 一個CV 即是他除了製作人員本身以外 其他他一些資本的運用和投入 其實你會見到的 你三層作裏面的聲優陣容 對比K-ON 和Lucky Star 會有一個落差 Lucky Star和K-ON 那個年代用的新人數目 或是舊人數目 都不大 三層作曲是故友 是有遊戲的 即是你沒有理由 但遊戲 不是 十八禁或是非十八禁 都未必一定是我的人 我覺得是資本問題 對 我也是資本問題 我覺得 始終在聲優方面 其實K-ON Lucky Star 你會見到一件事 那些聲優 其實很老實講 我以一間聲優 即是聲優的所述公司來講 他要捧起一個人 他肯扔的資本和合作性 絕對是會被任何事情都會告 即是你知道就是這樣 如果你可以給我一首歌 我一個奇亞的聲優的話 老實講 我當你神這樣拜 其實我覺得 他是靠一套動畫 去炒紅一個聲優 炒紅一班聲優 以K-ON的角度來看 即是那四個角色 其實沒有做過什麼主要角色 其實K-ON第一次是被他們放的 然後靠一套有名的動畫公司 可以炒紅的動畫 加上一些聲優 一條一雙月的東西 所以這三成作真是劇情向 這個是真是商業向 我可否認 這件事 我可以講的就是 你資本上 你要投入這些資源的話 在動畫上一定會倒閉 等於叫做什麼 其實很簡單 你一套動畫 你要品質高 很多時候都會這樣的 宣傳方面一定的力度一定是差了 很多時候 很少想像 很大的令計 正常來說 畫質和動畫的質素 是跟他們的宣傳成一個反比 只要你宣傳越厲害 但你會覺得這套動畫是垃圾 你說是AB嗎 所有全版廣告的那些都死定了 不是 演會都是全版廣告 暫時是新幻者 暫時是新幻者 暫時 還沒做完 做完 但是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 京都 現在他採取的方式 你看到 他極力在 當然你說 在畫方面 他之前 因為本身 你這些歌的東西 有類似叫做 這個 那些叫做什麼 角色歌 角色歌裡面 一些畫面 他一定會配合 使得令人覺得那套動畫 好像 水準不治太差 但其實是 你抽回 如果是斬開那些劇情來講 簡直是不知所謂的 他這些小成本 把帶收藝出來 所以你說 他把那些資源 投放在另一個位置 他把那些公司投放在另一個位置 老實說 那些公司的 老實說 我覺得這些人情關係來的 你始終之後 你都要買我獎 嗯 我覺得 好說這些 這些真是失業物 我覺得 我想這個 都不是小回報 我想他應該 港幣費都賺過億 比其他人 你只是買一隻 你只是賣 那些人就沒有過億 那些人都翻譯 不是啊 老實說很難說 雙斑密加起來真的很難說 但你不是債給東京都 賺錢 那些公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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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這個 我不知道要分幾成 但老實說 我只是計你CD來說 都不知道 一定是一個不小數 但是你說 CD暫時來說 那些公民社 大約賣了220萬隻 對 220萬隻 大哥 不要玩了 一天就有很多 那些公民 大部分都是1500日 JPOP 多少JPOP 都是200萬隻 我只說你220萬隻 你每隻賺20元 都4000多 5000萬 不要玩了 怎麼會賺20元這麼少 你挖我 1000多元 我講的是正常的 你還有VD呢 你還有DVD呢 你還有DVD呢 所以這個就 當然 你說 考量上 我覺得其實 他未至於去到一些很差的 真的要值得插的公司 其實我覺得 就是他做得好 就是做得好 那就差很遠了 怎麼會值得插 那不是的 都是那句 一套商業公司 他有商業元素 不要緊 但是他有些好好的東西給你看 很猛能 這句話 但其實很真實 其實呼聲現在最高的 就是 那些人說 Nithroobuster Re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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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年度開始,究竟他有什麼動畫作品是值得我們再去討論 希望真的給他以往初期原創性的東西給我們 繼續留意的動向 我補充一件事 其實在10月底的人,Rewrite是出了CUE的 究竟會不會是King Ali呢? 我看到有一個人已經很興奮,他一直在看 他在磨著 因為看到喜多川英來也有人 我特意給他看 應該是YouTube Buster 應該是YouTube Buster 好,我們今集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看,下次會再說什麼動畫公司 下集再見,拜拜